到了32分鐘 阿仙奴的進攻終於有少少傾向右邊的位置 成功叫做拉開一下對手 加上拿卡錫迪罕右在偏右禁區裏面的位置做過支點 成功減輕了奧斯爾的工作負擔 拿卡錫迪回後給他 就可以輕鬆一路 看前面有沒有人插入可以出現奧斯爾的致命傳送 結果真是看到左邊的蒙尼爾插入去 奧斯爾來一個致命的過頭高波直線傳送 這樣就打開記錄了 這一次其實是藍絲插入禁區的中路 加上禁區頂的夏卡和蕭娥比一共四個人 在禁區裏面和附近的位置需要 史雲斯的防守球員去記錄著 而最重要就是蕭娥被本來拉邊 再由左手邊 死亡五道閣進去就是禁區的中間位置 這樣就帶了白色衣服去中間 就頓時令到史雲斯的防守區域突然之間過份收縮 這樣就漏了最左手邊的蒙尼爾的 即是說本身蕭娥被拉邊再舉進去是有用的 你看一下中場的球員數量和他們的自由度 有多幫助主攻 你之前上半季長期用三中堅的時候 你有沒有見過有這樣的組織出現到呢 三中堅中場的球員數字是不夠的了 所以他們沒有可能有這麼大的自由度可以 整天上去的 整天可以插入的 結果再一次就證明了 三中堅無法主攻 其實阿仙奴這一班人的整體意識是不頑皮的 他們的舞波走位配合了奧斯爾其實是OK的 上半季的成績這麼差 只不過是長期對著弱隊都是用三中堅陣式 有人就說三中堅陣式一樣可以對著弱隊主攻或者陣式 都是沒有什麼所謂 最重要的是球員發揮得好就沒有問題 這樣的話就只有一個情況是可以講得通的 就是你對球裡面有個人叫做朗拿、Dino或者 美斯或者馬辣當拿 他用神級的個人能力去違反足球理論 那你就可以很辛苦贏到球的 但是如果其實你有這些人加上你用的陣式 是沒有違反足球理論 對著弱隊四個進攻點拉兩邊 對著強隊三個進攻點找手反擊 其實你可以輕鬆贏波甚至組織王朝的 所以我就不明白為什麼這些人說這些東西 是要跟勝利過不去的 足球理論其實就很簡單的 有時候你死記都很大幫助了 如果你能夠明白到過中的邏輯 你甚至可以像高魯夫、戈迪奧娜 這樣去設計一些新的戰術都還沒有 在這裡等一會 我可以同意 lequel是 我來負責